他會很難一直都有盪傷害 尤其如果我 特意給他打個玩笑 我要這樣好賭嗎 還是我直接把暗影能量開掉 好像都行 我決定開掉 他會跳嗎 他不會跳 很好 你是個狠人 你是個狠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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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怎麼 啊你怎麼不停啊 啊你不是個狠人 啊你不是個狠人 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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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狠人 魔 在經過這一次版本更新之後 做了很大一次的重作 首先最重要就是 天賦的部分有改掉一個這個 三口包紮 被換成了堅若磐石 那這個改動基本上就是把這個 我們以前這個叫什麼來著 拿來噁心人用的暗影戰席配三口包紮 拿來打一些比較低等的玩家的一種二值 算二值玩法嗎 我不知道反正是很噁心人的玩法 給呃 砍了一半 但是也不能穿圓圈砍 因為暗影戰席還在 對 只是他沒辦法像之前那麼無賴喔 對 OK 那我們來看到他攻擊組的改變喔 首先是正拳 上拳 下拳 後拳 你看他後拳有後退一步喔 就有反打效果啊 那再來是呃重拳也有改 你看他那個結束的動作 有有稍微有改一下 對 那再來是 重踢 這是這次改動的精髓 那這邊把我們接下來可能會在 Arena Map裡面才有講到的內容 先翻出來給各位講一下 這個重踢踢完之後是屬於倒地狀態的 對 也就是說你踢完之後你可以做出倒地踢 或者是踢完之後你可以往前滾 或者是踢完之後你可以往後滾 都可以 你可以做三個選擇 或者是四個選擇 還有一個選擇是直立起身 就是你平常倒踢會有什麼選擇你就有什麼選擇 對 那再來很有趣的點是 啊 你為什麼要先開 好吧 再來有趣的點是 我的重踢 呃 你 你 你把我打下來好不好 把我打下來 把我打下來 把我打下來混帳 你也阿咧 對 對 你可以看到 我從空中使用重踢被打下來的時候 呃 我會是 滾動起身 直接滾動起身 不會有一個倒地的效果 你看像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做攻擊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你這個攻擊可能躲不掉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試著去使用重踢 然後可能被對手吃到一次攻擊之後 你會直接被拉開 你可以直接跟對手拉開一段距離 對 這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東西 那其他的 呃 這個 下踢沒變 上踢沒變 後踢沒變 前踢沒變 對 基本上就這樣 那正踢的話 帝國軍 全部都變了 這樣子 速度非常快的一個 這個 腹部的 腹部位的一個踢級 但距離也是非常短 跟之前 舊版的正踢來比是 突進少了不少 距離變得非常短 那現在 想要打低身位的踢級 你就只能用下踢了 對 因為這個正踢踢不太大 對 那皇帝也有改 有一些角色有做變動 但我沒辦法全部跟各位講 那 呃 我只能用口頭跟各位帶過 就皇帝的罪事者生存改動 就是 現在皇帝 是進入暗影席 是進入暗影席之後會回血 而不是 擊殺對手會回血 喔 對手戰鬥等於13等 Intelligence Agent OK 那再來是捷克 他的 這個 戰鬥機動 被改成這個 發熱手槍 OK 有點卡 不過沒關係 發熱手槍簡單一點 就是他 呃 遠程武器 會讓對手著火 有Fuckin Forreal 嘿 你看 這個踢不到 有沒有 我剛剛說的 他上拳會踢不到 會打不到 噢 噢 飛走了 我有暴擊 現在的鐵甲的 對戰 就像這樣子 雙方互相在那邊 吹來吹去 就很有意思 你知道嗎 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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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趕快 趕快他使用 把那個34層的那個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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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拿出來 拿出來回血 把他給做掉了 嘿嘿嘿 好險好險 他如果把那個 聚能給 開出那個暗影暫習 我會很尷尬 應該說我就輸定了 好想喔 他把暗影扣到了最後 然而他輸了 嗯 你現在的鐵甲真的就是一個非常愉悅的存在 OK 我就是這麼愉悅怎麼樣 我就是這麼 蛤 蛤 蛤 為什麼鐵甲 大家可以這麼快樂 等一下 我怎麼還沒死 猴王真的下去了啦 那破角色一個垃圾東西 這猴王真的是沒用耶 不是我要說 他現在一定很尷尬 他應該心裡很幹你知道嗎 他媽 那個殘血的鐵甲 剛剛那個真的就是EVE世界線 如果他剛剛前面那個 第一局的鐵甲把暗影戰席開出來的話 那就是不同的故事了 OK 他在心裡真的一定超幹的 我打了這麼久 他第一局打的那個有來有回有沒有 然後突然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就一收二差點三 還快要三串 就半血了 真的是真的是會幹 我這真的是 傻小啦 起跳 傻小 白癡 完全的 沒反應 哇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再見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謝謝 打得不錯打得不錯 我遊戲好卡喔 我一定要開剪扇耶 這沒辦法 怎麼又是你 再來再來 回改 再來再來 嘿嘿嘿 上前上前 NICE 這次 真的沒辦法直接摔了 很討厭 會跳嗎 不會跳 那你沒了 你沒了 你沒了 我開暗影 給你一點尊重 你那三十三層的緩固訓 真的被我們拍過 我看到暗影 暗影能量滿的瞬間 我就知道 我這不能再拖 我再拖 真的會 再繼續打太久 一定要趕快把他收掉 不 不盡一切代價 對 所以我這邊直接把暗影都開掉了 來 還有家 他在悔改 我剛確認過了 要注意一下 你會怎麼做 別想 好 嘿嘿 這個地方 距離他太近了 被圈套 再拉開 別想 嘿嘿 我是跑酷達人 不好意思 欸 我的霸體呢 欸 謝謝你唷 閃耀衝刺 打不到我半下 那你就知道不了傷害 因為我的頑固訓 能在那邊疊著 對 那下一回合是 他如果暗影技能打不到我的話 那他會很難 一直對我造成傷害 尤其如果 呃 特意 給他打個 我要這樣好賭嗎 還是我直接把暗影能量開掉 好像都行 我決定開掉 我決定開掉 他會跳嗎 他不會跳 很好 這邊被他摔 那沒辦法 他是小可愛 你沒了 謝謝 三串大師 老鐵甲 老鐵甲 欸嘿 老鐵 你怎麼這麼猛 各位 写蒙杯 必邊了吧 這個男人真的太自由了 他真的太自由了 哈哈 你們知道無限程序能強在哪裡嗎 強在於說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製造出非普攻傷害的話 你很難對鐵甲在後續的嘗試中製造出傷害 對 我現在有點亂 聲音會抖 好奇怪 我開在電風扇就會很冷 就很討厭 但不開電風扇的電腦又很燙 好 好 熱刀 那個火刀被我打掉了 你 你是個狠人 你是個狠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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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怎麼 啊你怎麼不停啊 啊你不是個狠人 啊你不是個狠人 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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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是個狠人 在搞什麼啊 後踢爽了沒啊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知道凱特現在 雖然裝的能力主因應該不會很弱勢 但是 好像就是沒有太多人去喜歡 喜歡去使用凱特 可能他就是在某個層面上會很弱勢 但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對我自己也摸不出個所以然來 但總而言之他就是 沒有多少人我還沒有錯 但也不代表你玩他 你就要是個白癡好嗎 磨 哇哦哇哇哇哇哇 後 怎麼 沒有 叩 Hah 喔這個 他是個白癡 同時起身 最後被他摔 第三下 可以打 他不開暗影 喔這個地方給他摔 我我隨意 傻小啦 神經病吧你 傻小啦 神經病 呵呵 不是這個 這有 我覺得是這個玩家本身的問題 應該不是凱特的問題 他第一回合 凱特完成那份鳥漾不是凱特的問題 絕對是這個玩家本身的問題 應該是這樣 他投降了 投降了 掰掰 掰掰 所以這個玩家的問題啦 對 看他第二回合 玩上完成那份 就知道是他的問題了 雖然他照到等級12等 但是 偏蠢 那沒辦法 那沒辦法 這鐵卡真的是太自由了耶 真的不是我要說的 他真的太自由了 我天啊 現在早上 現在 凌晨6點 我他媽在錄影 恩 又來了 這要等級11 找不太到13等的 好可惜喔 雖然我才打沒幾場 我也沒辦法打太多場 就稍微打一打 能弄出多少的內容給單身弄多少 對 爆肝主播 還不趕快按一個訂閱 真的 天 這個傢伙現在有個遠程暴擊 他把他打好虧喔 完了 他被他打好虧喔 不能被他真的摔到 這地方被他摔到太虧了吧 十八層骨折 我的天 這等一下真的會出大事 這傑克真的是垃圾角色 這不是我要說的 垃圾 這個角色就是垃圾 Jack forward you fucking bitch 好吧 你來看看我怎麼對付他的靈 他好像有點被動是不是 你的衝到小 你滿血 你滿血兄弟 你是滿血的 你在幹嘛 他竟然又反應過來 嗯 別想 我霸體 你隨意 嗯 這就很舒服啦 絕地大反攻 十八層骨折 你也收不掉了鐵甲嗎 是鐵甲真的自若猛 還是你太廢 他投降了 好吧 那也是沒辦法 好啦 那基本上這是 呃 今天的鐵甲 對 我們給各位來看到一些 呃 改版後的鐵甲的一個Gameplay 然後 我在現在 剛剛那一段時間之前 就是剛剛那一段打排名戰的時間之前 我還沒有用鐵甲去打玩家過 就稍微打打AI 呃 小小熟練一下這個鐵甲的攻擊組而已 完全沒有打過玩家 所以完全不知道怎麼去應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打出來的結果 嗯 真的 鐵甲在這個版本 超屌 真的不是我再說 他太自由了 你知道 他那重踢 直接強迫自己倒地 然後可以自由滾走 然後他正拳 後拳 上拳 他本來就是一個近距離 呃 破壞性很強 就是他拳頭攻擊組嘛 速度很快嘛 現在這裏上有一個稍微後退位移的這一個後拳 可以反打 整個就是超不合理 然後他的上拳又有很不錯的途徑 正拳也有 不知道 How to lose 他還有兩個非常無解的按理技能 How to lose 我就問了 How to lose 不懂 完全不懂 現在這個對付這個鐵甲 真的就是 你要打贏他 你真的就是得要Outplay他 對 你真的就是得Outplay他 你不Outplay他 他打一打一個暗影戰席血量又回上來了 狂暴 也可以帶狂暴啦 只是我剛剛是在暗影戰席 我的暗影戰席是因為我之前比較習慣 呃 帶三口包裝配暗影戰席 只是三口包裝現在被拔掉了 所以我換成腎上腺素而已 對 但是我的核心概念還是一樣 暗影戰席 對 對 還是在於疊那個那個頑固性能的層數 但我剛剛好像一直出現 沉不住氣把暗影給開掉的場面對不對 所以說 現在真的就是 唉 完全不知道鐵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真的是太扯了 它真的太扯了 就沒那個意義 沒那個意義耶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鐵甲喔 對 希望各位喜歡 喜歡的話不要忘記按下那個訂閱跟喜歡 然後還有幫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對 我們的流量一直在下滑 拜託一下 呵呵呵 就是這樣子啦 Peace out 萬一 萬一